大家好,我是三喵,携肥菊桃桃上岗 最近这个乌俄战场爆出了一个小小的细节 什么样的细节呢 这个新闻应该是比较早之前的了 俄国人用一辆MTLB这种装甲车 这个装甲车我说过 这个是乌克兰也有啊 俄罗斯也有是一种万能的这种战场牵引车 就是你看到乌克兰老农牵的这种拖拉机 去牵引了很多坦克 就是这玩意儿 那么这个里面填满了很多很多的航空炸弹 然后还填了爆破索 填了炸药之后去冲击乌克兰的阵地 注意这是俄国的这种MTLB装甲车 去冲击乌克兰的阵地 然后被乌克兰发现之后 砰的一声就爆炸了 那么最近又有视频流出来 说俄国人是拿一辆老旧的T55坦克 好吧我这也没有T55坦克的模型了 对吧由此可见这个俄国的这些东西 我这边是真的不待见 对不对 拿一辆T55的坦克 塞满了各种各样的炸药 试图去向乌克兰的阵地 自我自杀冲锋 那么这个坦克也是被乌克兰给拦了下来 然后当场就对吧 就场面非常非常的壮观 那么问题来了 MTLB也好 T55也好 这种坦克他的确是自爆啊 有人说他神风 对吧 英文的这个报道里面 卡密卡兹神风 这个词就已经出现了 就宛如二战末期 日本的那种自杀飞机一样 这里面到底有没有人 到底是不是跟神风飞机 那个驾驶员一样 是这个在座舱里面 是有一个活人的 就跟永远的灵那样呢 所以说大家觉得 肯定没人吧 对不对 你毕竟21世纪了 但是啊 后来的这个视频 还是俄国塔斯社报道的 说这里面有人 这个人挤在这个狭小的空间里面 然后这边上是那种爆破索 跟那法棍面包似的 然后一大堆的炸药 这种东西 那你说这爆炸了以后 这人那不就没了吗 俄国人他是这么想的 当这个东西前进到距离乌克兰阵地 大概有300米距离的时候啊 这个MT-LB 它的后面有一个门 打开 这个人呢 从这边跳出来啊 人从这边跳出来 然后呢 这个自求多福 然后呢 这辆车就慢慢慢慢的开过去 然后就引爆 想想也是啊 您知道这个俄国的这个 很多的那种车啊 它毕竟很老旧啊 虽然那个过去有传闻 说俄国的坦克那个换挡 是用锤子去拨那个挡杆的 您想想您家那车 那个换挡位 要拿锤子去敲那个东西 这个东西是谣言啊 但是俄国的这种坦克 它要换挡位啊 包括整个整个这种东西 各种各样的操纵稿 它是这样的东西 它没有太多的电子的这种设计 那么您指望这种东西 给它改遥控 这个事情 难度有点大 我只能说这个难度有点大 甚至说它不是一般的大 所以说是要靠人操作的 那么你可以说 这个毕竟也不是自杀任务吗 理论上讲 它最后三百米是可以不坐在车上的 就宛如意大利二战时候 那种挖人鱼雷 是有那么一个逃生转仓口的 它比那个日本的回天 那个是要高到不知道哪里去了 所以这个 你说它叫神风吗 神风了 但没有完全神风 你说这个叫自杀式的这种爆炸吗 嗯 自杀了 但没有完全自杀 这个本质上跟我玩这个 论论与征服 对吧 Command and Conquer Zero Hour 那里面你如果选那种 那个全球解放军 GLA 就是伊斯兰教那种组织 你点它那老农 I'm hungry I need a pair of shoes 就这种 它那里面你可以去有自报人 I am ready to sacrifice 然后那里面有自报卡车 然后那真的就是自报人冲向目标 自报人你可以劫持路上的一个车 然后进车里面冲向目标 然后自报卡车 你可以排成十几个 然后你还可以给自报卡车升级 你可以让它去带生物辐射 带核辐射 这个样子啊 那么冲向目标 那么这种俄国的自报坦克 从理论上讲啊 可能它也不完全是坦克 它跟这个完全的自杀 还是不一样的 自杀了 但没有完全自杀 其实这种东西在战争上 也不是原创 那二战德国就玩过这个玩意儿 您看我手里拿的这个东西 这玩意儿叫宝卧啊 现在好像有这个牌子 宝卧啊 Bugwald啊 有这么一个汽车飞 这个车就是二战德国开发的 有人驾驶自报装甲车 对不对 然后到最后这种自报的性能太废了 就给加了个这玩意儿 这怎么回事呢 这个我们说啊 二战德国当时在战前要面对一个很艰巨的任务 就是突破德 突破法国的这个马其诺防线 不是 对不对 这个马其诺防线当时如此的坚固 怎么办呢 当时德国人是搞了一些一号坦克 然后去让他投掷炸药去 当然这个东西其实还是很冒险 所以德国人又开发出了一系列的那种 就是要么就是无人遥控的东西 比如哥利亚那种车非常非常的小啊 非常非常的小 大概也就这么大啊 哥利亚非常非常的小 然后是电缆操纵的那个东西 然后里面带着炸药去冲向阵地去引爆它 那看上去是电缆操纵 就跟你玩的那种 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玩过这种 线控的遥控小汽车那个样子 但是啊 这个东西有问题 电缆很容易 哎 这边卡住了 你看那个南斯拉夫那个电影 乔那个里面不就是这种情况吗 哎 所以德国人搞出了类似这样的东西 这是拿KFZ2这个半旅带摩托 搞出的这种自爆车啊 那个这里面填满了炸药 然后也是啊 可以遥控冲向敌人阵地 但是所有所有的陆地的这种东西啊 所以你看为什么这个遥控的飞机等等等等 这种东西就比较的成熟 而遥控的坦克 遥控的战车 这玩意儿相对来说就不那么成熟呢 因为非常简单 陆地上的障碍物特别特别多 你在陆地上走着 呗 打打 就是卡住了 陆地上走着 哎 这边石头给给绊住了等等等等 这都是不可控因素 那你怎么办呢 还是要靠人 所以这辆车啊 德国人又保卧公司 Borgworld又造了一种更大的这种装甲车 你看这里面是可以做人的啊 这是一比三十五比例的这个模型 那为什么他有这个火箭的发射器 我们一会儿再说 这里面是可以做人的 那么他的想法是这个样子 这个就是标标准准的自爆坦克 那跟俄国比起来是不一样的 俄国这种东西啊 他是这个什么来着 就是拿坦克去改装了 而德国二战的时候 真的是设计出来了这种自爆坦克 那么他的想法是这样 那驾驶员啊 把这个车开到距离目标 大概也就是三百米这个距离 注意这个时候人开着呢 你在里面拿着方向盘去开着 然后好 驾驶员下车 驾驶员下车之后 然后你开始遥控这辆车 这辆车已经很大了啊 可以遥控了 对吧 那个当时那种电子设备 其实很落后 但是这个也已经可以遥控了 遥控这辆车 让这辆车冲入敌人的阵地 要么就是把炸弹 顺着这个斜坡给划下来 要么呢 就是让这辆车去引爆里面的这种炸药 看上去还是挺好的吧 但是你真正实操起来就陷了 你要说起来 德国人对这辆车啊 那是寄予厚望 很多很多的装甲部队 我们知道装甲部队 尤其是重装甲部队 那不是要孤奸的吗 对不对 你看那个第508重坦克监机营 重坦克营啊 我说你拿的是一个虎视坦克的模型 你看 他这个虎视坦克边上就配的 就是这种宝卧自爆车 所以你看 这个虎视坦克这边有个天线 干嘛呢 嘿 这个啊 如果一个人开着这个玩意道 距离这个 敌人阵地300米 太危险啊 你看 也意识到这个问题了 对不对 那怎么办呢 哎 我在坦克里遥控他 这总没问题了吧 完美 对吧 那问题在于你这坦克这个视野特别受限 你没看这虎视坦克特牛啊 真正能看到外面了 这个地方 这些地方 然后这两个情况下 没了 对不对 所以说啊 当时这种宝卧 包括这种自爆车啊 真正在战场上使用的时候 是一场灾难 1943年 德国人试图在库尔斯克战役的时候 用这个东西 结果怎么样了呢 对吧 德国人在斐迪南这个重坦克 监机车里面 去试图操控这个宝卧 啊 的确 炸了一些雷区出来 可是问题在于 这个操控者啊 宝卧是牺牲了自己 但是操控者自己在斐迪南里面 那斐迪南那视野可是比虎视坦克还要差 哎 雷区在哪呢 雷区在哪呢 炸的雷区在哪呢 我不知道啊 你又不敢冒险 下车因为边上都是苏联人的枪林弹雨 所以说啊 宝卧就是白牺牲了 所以说到了后来 虽然德国是有这种炸药车自爆坦克 结果呢 那那斐迪南还是因为触雷损失了不少 甚至有一辆斐迪南啊 是因为这个苏军炮弹直接命中这玩意儿 然后呢 把这里面的炸药给弄炸了 然后整个把周围的一辆三号N型坦克和一辆斐迪南 整个彻底炸爆肺 这个东西 所以你看在陆地的使用环境当中啊 你这个东西你是开它也不是 你不开它也不是 所以啊 这个东西后来为什么加上了这个火箭弹发射器呢 那是因为德国人也发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就索性把它改成了这个样的问题 粗粗松松松 我就加一些这种火箭弹发射器 在柏林战役的时候使用 你也知道都到柏林战役了 好吧 那这个东西是怎么回事 所以说自爆坦克这个东西 有人会说宝卧 宝卧那就就这玩意儿 就这玩意儿 包括这个哥利亚 它是打开了战后什么遥控战场机器人 这种先河 那我个人对这个观点其实是存疑的 因为你比如说那种战场排爆机器人啊 包括那个拆弹专家 那个电影里面讲的很多的东西 你在什么情况下拆弹 你在什么情况下去排爆 一定是在周遭环境相对来说比较安全的情况下 你去排爆 那有些事情迫不得已可能会需要用到这种东西 那么在战场上瞬息万变的情况 其实这次乌克兰反乌遇到了这个问题 那怎么办呢 好 用爆破锁 然后用这种排雷的这种炮弹等等等等 但是你千万不要拿这种自爆坦克去排爆去 太危险 而且效率太低 目标太大 如果不是俄国人没有排爆锁 如果不是俄国人没有这种先进的装备 谁会用这个 对不对 所以说俄国人这么弄倒是也是挺繁足的 对吧 让我想到了二战时期德军的一些往事 你看这个看上去特别的威武雄壮 但是然而这一切并没有什么软用 好了 爆了一句粗口 说了一句脏话 咱们这节目就到此结束了 欢迎您订阅我的频道 点亮小铃铛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